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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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現在開始了嗎?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我們先戴頭盔 還沒說話就戴頭盔 戴頭盔 今天發生什麼事? 沒錯,星期四有直播 我們很開心請到 阿柏文和阿家 這支等了很久 這個是大貨 我已經連續三天 在錄影廠上 早上六點多時起床上床 之後是晚上一時才回家 即日來 所以這幾個月多數都可以把聲音更加 即是星期四也沒有空 對 真的忙的也要做一些正事 不只是做節目 做節目也重要 但自己也有自己的工作 今晚可能時間也會長 會不會呢? 不知道,有這麼大的工作也要做 那也是 對 我們先看一看 這次是3A的Transformer 就是The Last Night的Apartment 即是第五集的Apartment 對,第五集的Apartment 其實都是歷史 即是經常被人催 比如說跳票 就是由六月底開票到現在還要出貨 因為其實很多事情 待會解釋一下為什麼會有延避 因為很多 因為如果照相較起來 這隻Apartment 跟我們以往做的Transformer 已經改變了 那個層次是有距離的 而且有些地方我們挑戰了很多精細動物 所以就在重造了很多次 武具的情況之下 就吐了出來 那盒就換了風格 就跟之前一種禮品盒 即是天地蓋的禮品盒 就轉成了現在的發泡膠 亦都外面去製作膠片 這是膠片來的 現在看起來不太亮 因為它上面有一層膜 但我們沒有撕 看看有沒有那個位置 這是有一層膠 有有有 有有一層膠 到時候可能大家喜歡的 就自己撕 因為我們擔心 本身廠運輸 很容易刮花 所以喜歡漂亮的就自己 但很矛盾 你撕了就怕刮花 是啊 這次的盒 其實尺寸跟 撕就是這樣 對 那尺寸跟以往的 是比較相近 不過是尺寸長了一兩厘米 那就開了 好的 不用那麼多包袱 我們不用這麼精細 我們隨心而開 開啊 各位妹妹 好 我們隨心而開 即是這個包裝就沒有那麼累積了 這個有點像 兩位上在HOT TOY的Terminator 是啊 是嗎 是嗎 那我們這個就做了兩個層膠 哇 主體 對啦 還有一些配件 主要用 因為其實它光有多 那我們就拿回 一些透明膠的盒 它就不會直接觸碰到發泡膠 所以大家如果在家裡自己玩完 再入盒 記得要隔開它 千萬不要觸碰 因為一觸碰到 光有就很容易黏到發泡膠的裂紋 然後呢 上面還有一層 對啦 上面還有一層配件來的 那裡面呢就有一本說明書 那這本說明書就 唉 我跟一位公司設計師兄弟 是吐了很多心力去做的 那 以往可能 可能一些英文可能都比較稽一點 但是今次就特地找一些 英文再稽一點 找一些英文同事去幫忙 幫忙 幫忙再撿一撿這些字 那些字眼就很努力地撿過 其實簡單就可以了 我覺得 但是因為有很多東西需要解釋 就是容易斷 或者應該拿到哪裏去扭 其實我覺得說明書應該是應該做的 都沒有嚇到人兩頁而已 四 一二三四 太多頁又有點害怕的客人 現在這樣不錯 我也是站在那裏 又站在那裏 因為負責太大了 還有 我們不用那麼多包袱 教我們 逢親 玩之前 一定要讀說明書 因為 有些二爛二花 所有東西 都一定要看說明書才知道 例如說可能是我到底換面罩的時候 那個插法應該怎樣呢 我稍後都稍微講一講 那就是 那說明書 記得看 都放在那裏 我做過客人的角度來問你 這裏沒有合金件 沒有的 是螺絲合金 都是以往的螺絲合金 又看到其中一個很尖剩的武器 就是這個 都是膠來的 不過做得很尖 那我們一步一步去講 其實 除了以往官圖上面你看到的盾 盾 炮 長短炮 跟這三個人的劍之外 其實我們多加了幾樣東西 官圖都有顯示到 這些是用來插盾和劍的件 就是插在手上的 那除了劍盾之外 還有些什麼呢 這裏是有個扣 這個是之前放在背部 扣著把劍插背部 也可以 不是 它是靠純的 因為攝石不夠力 裝那麼多東西 另外這個呢 就是 我簡單來說 這個是裝盾的 這個是裝背部 插著裝劍的東西 這個就特別一點 這個就是 以往我們做一些武器 插在手上 可能就靠手指 或者是武器直接出筍 這個呢 我另外加一個扣 來扣著把劍的 因為我不是很想破壞 本身把劍的外觀 所以我們唯有另外加一個扣 這樣呢 我們繼續一步 人召集得夠了 我們不用這麼仔細 因為做到那個部分 就會自然用到 好啊 那盾就好了 這麼複雜一下 對 那盾呢 我先拆好袋子 因為很多 總之 逢有光有的地方 我們都拿袋格 銀色件 因為它本身比較瓦身 那就不怕 所以你每次進入都記得 一定要裝回袋子 那盾呢 其實這把劍呢 很多故事 這把劍本身由我拆五件件 其實現在是很多的細花紋 全部都拆掉 包括這條框 其實這把劍有差不多二十件 嘩 這樣就 比起起初 預期中的複雜了很多 是 那盾啦 因為沒有什麼功能 很漂亮 它不是很閃的味道 就是好像炮驚戰船 對 有些是瓦瓦地 有些是偏光 因為特意去做完防固之後 就在某些位置抹光 我比較喜歡這個 太閃就像玩具 那還有 有些件上面 我們都有特意去做一些 可能留一些火花紋 或者曬一些磨砂的紋 在上面 令到它本身的件不太光滑 那就像是用過 因為其實 很多玩具 例如我散毛散得很亮 其實出來就真的好玩具 因為你沒有質感就差很多 但例如劍身的地方 我們就有散 可能劍柄這些 我們特意留一些磨砂出來 因為上色都很難做 所以就特意留在某些東西 劍講完了 盾牌了 盾牌 盾牌比較複雜 一點 正面 背面 以往可能官徒看到的所有東西 全部都在這裏 這個盾是很多 想問有沒有機關 有的 本身沒有機關 我們這樣看 可能會更容易 嘩 你看到 那個層面有很多層 肯定有很多拆件 等下加示範 如何開動 那我們來一次的盾 盾牌呢 其實本身我原意初版 其實這一片片 我逐一片都想拆開 因為氣裡面 被人打的時候 盾牌是會爆出來的 不過就基於很多的原因 因為那個位置比較淺 我做不到 所以就沒有做到 對 他自己會散開 反應鴿 就散出來 那盾牌 第一件事 就是他可以拆開 拆開 然後拆開 其實他 有機會很容易這樣 會拆開 所以我們在這裏 加一些柱 所以你合起來的時候 就記得這些位置 要拍起來 對 對正的口 他就可以拍起來 這樣就拍起來 他就不會有上下級 這個位置師兄也會害怕的 這樣拆開 他們會很害怕的 他這個也是用跳尺做的 所以其實都算 你不要這樣 咬到他 你拿著這兩個位置 向外拉 其實他這裏有兩個扣位 你可以拿著這裏向外拉 這樣他就可以完成 這樣拉出來 就是用多一點指力 對 這樣就要練習一下 記得看說明書 OK 除了這個之外 有這個可以開 這個可以開 然後他也是有這個筍 對這個洞 插進去 所以是用來固定的 當然平時 你可能打開就打開 除了這個之外 上面這一塊 就比較困難一點 一定要提說明書 為什麼呢 這個位置 其實我是有一條軌 可以燙過去的 這裡是有筍位 插住了 我怎樣去甩它 我要拿著它 將它在柱子裡 甩出來 這裡有條柱子 這個位置 要插回 才可以固定 在這個軌道 我要向上拉一下 它這個位置有個高低級的 你要拉 拉完之後才可以開始燙 燙的時候 就不要用死力 因為個別 其實我沒有辦法遷就得到 可能每個油漆有異 可能會有厚薄的 他就在這個軌道上 燙過去 這個 等等 也要輕輕搖一下 把油漆搖走 把油漆搖走 燙的時候就是這樣 直接燙過去 這樣燙 燙到這邊 其實它不會搖一下 但在中途的時候 有機會會搖 但要小心不要咬 因為咬 有機會會斷 那就親著玩 然後呢 除了這個 這個我稍後再搞定 我再試一下 我繼續講其他 這裏有些炮用的配件 這個是長炮的配件 這個是短的時候的配件 那我或者現在試一下 嘩厲害 果然是老航專 不要說我不是專家 果然是 我真的是專家 他會響你的手 哈哈 不要說我不是 RUN就厲害了 RUN成功把它滑過去了 因為在直播期間 我都避免派過用力 有些緊張 長短炮的一件 這個炮尾 這個是尾 尾是可以再拆多一件 它在Default的Mode 其實是把這個 就是用磁石 砌下去 然後這個也是磁石 在這裡 砌下去 這樣就磁石 這樣就爽了很多 對 然後 其實在這個開盾的狀態之下 是應該用長炮的 那我們就 換它了 把後面也拆出來 然後砌到尾 這樣也是磁石的 這樣也是這樣合上去 這個呢 這個呢 有些東西要注意的 它下面我們放了EVA棉 然後把它放在底下 這樣你放的時候 先放在底下 然後再放在面上 這樣就可以固定住 這樣就 就這樣了 然後呢 這枝炮呢 很美 可以了 這個設計真的很好 這枝炮呢 有一點發泡膠 有嚇到 這枝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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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開關鍵的 開關鍵呢 就是用來開前面的眼燈 這枝炮 左右枝炮的 這枝炮燈 亮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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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枝炮 這枝炮呢 另外呢 其實這枝炮呢 這枝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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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還沒拿到一點 那枝炮呢 有四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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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枝針 這樣的東西 那為什麼要四枝呢 因為我只需要兩枝 有兩枝是讓大家拿來消耗的 那因為我裝上盾子 這個針 我怕很容易會破 那其實它是就這樣 陷上去的 那就吸進去 那我們就不會用膠水打死它 因為呢 其實我擔心大家 始終這個盾子是插在手臂上的 如果我一掉 掉到地上的話 那枝炮會斷 那現在呢 其實我不貼死的話 它可以掉 我只要掉不見了 我有機會找回 但爛了我貼死的話 你沒有辦法弄 所以這件件我們就 故意不貼死 玩不玩 好細心啊 事願是這樣想 我明白了 因為我拿一個東西 對呀 捉到騎兵的天線 對呀 經常以為弄 明明都還好 對呀 你用手多去貼死它 就後悔 其實這個我也是為了 我們客服的同時 溫馨所想的 因為少一些東西 因為我 你知道客服補件 其實我們做運具 是需要將那樣東西 最好越輕便地補 就越輕便地補 所以就 想辦法 令到它簡單 有些像那些手臂 那些人經常會咬斷 的嘛 經常會夾多一隊 給你 對呀 就為了各位 那然後另一件事 對呀 講完小小小拆件 那這個其實是到時候 插在手上 那這個 等一下 那現在講 例如它這個盾牌 插在背部 就是用這個筍 我們先講了 這個組件 其實是可以拆出來的 拆出來之後 可以換另一件組件 這個有儲的組件 那是 對不起 電源巴 我都沒有拆得這麼細 對呀 我逐格輪 然後拆下來 然後呢 它沒有細圖給你 當然沒有 什麼都沒有 然後 這個就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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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其實是一個八角柱 這個十角柱來的 我們可以 fit不同位的 最後 因為怕斷的關係 所以我把它稍微做緊 就算了 其實你也可以轉的 它可以這樣裝在這裡,把劍再鋪上去 其中有一幕是它這樣調轉 它是在手上的,然後在這裡抽一把劍出來 我是逐格跳的時候看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玩法 這個真的好刺激哦 這個就是你們跟工程大家下的心機 各位剛剛看了沒有多久的觀眾 我們還沒講到機械人 因為這個年輕人跟工程跟到有一點強迫